Morning Sunlight on the Street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weet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来揭发一个令人震惊的丑闻 阿迪达斯中国区高管被举报收受回扣和职场霸凌等贪腐行为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 一封自称阿迪达斯员工的举报信在网络上流传 指控阿迪达斯大中华区市场部高级副总裁Judy存在多项不法行为 包括巨额营销费用上的腐败 解雇持不同意见的人和职场霸凌 信件是直接发送到阿迪达斯德国总部 并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引起了广泛关注 令人惊讶的是 这并非阿迪达斯中国区首次爆出腐败问题 前任市场营销副总裁Christine Pan 和采购主管Simon Wang 因类似问题被解雇 目前阿迪达斯官方表示 正在调查中但尚未证实这封举报信的真伪 这次抛光的细节包括Judy与广告公司和KOL合作时 涉嫌赤回扣 通过建立内部小团体控制媒体预算 以及通过职场霸凌解雇不听话的员工等行为 这一系列指控是否属实 将给阿迪达斯在中国市场的声誉带来巨大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阿迪达斯中国区大戏 高管收回扣与职场霸凌的肥皂剧 因此一封举报信点燃的火焰 6月初 互联网世界突然被一封爆料信件点燃 这封信是由一名自称阿迪达斯集团员工的人士发布 指控阿迪达斯大中华区市场部高级副总裁Judy 涉嫌贪腐 收受回扣 以及职场霸凌等 一系列让人瞠目结舌的罪状 嘿 谁说职场只是办公桌 咖啡和会议 有时候 这可是一出比任何肥皂剧都精彩的好戏 根据联合早报报道 这封举报信不仅仅是在内部流传 它甚至直接发送到了阿迪达斯德国总部 还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了 于是乎 风暴迅速席卷整个网络 引发了无数关注和讨论 举报信中提到的三大问题 听起来就像是好莱坞大片的情节 巨额营销费用上的腐败 解雇持不同意见的人 以及职场霸凌 看起来 我们在职场上不只要面对KPI 还得小心那些隐藏在西装革履下的恶霸 巨额营销费用上的腐败 一出不可思议的戏码 首先 举报信指控Judy在管理巨额营销预算时 存在腐败行为 阿迪达斯每年在媒体投资和营销传播上 可谓是大手笔 目的当然是提升品牌知名度 然而根据举报信的说法 Judy和她的团队 却把这些资金当成了自己的金库 信中提到了一位名叫沈尼的媒体专家 据说她根本不在乎公司的利益 而是选择了那些提供高额回扣的广告公司 据北京商报报道 Judy和她的团队 甚至要求广告公司提供虚假数据报告 以掩盖媒体效果不佳的事实 嗯 这听起来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写的那些 我的狗把作业吃了的借口 只不过这次是广告效果不好 假的 数据都在这里 更令人杂舌的是 阿迪达斯每年在 Aspom体育营销上的花费数千万欧元 这显然为贪污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而21世纪经济报道则补充到 Judy在与一些KOL合作时 利用自己的人脉 虚报合作费用 从中获取个人回扣 看起来 Judy不仅在公司里呼风唤雨 还在外部也有自己的一套生意经 裙带关系与职场霸凌 一部职场工斗剧 接下来的情节 更像是一部现代职场版的工斗剧 举报信中提到 Judy自从2022年回归阿迪达斯后 就开始大搞人事清洗 那些不听话的领导者被迅速赶下台 而她的清洗们则得到了迅速提拔 比如市场部副总裁Leo 既是Judy的老同事 又是她的好朋友 有人举报她贪污 Judy却有说GM保护她 还把她从SD提拔为副总裁 这简直就是一处真爱胜过一切的戏码 而另一位名叫David的行业领袖 因为努力清除表现不佳的经纪公司 结果却成了Judy和他的团队的眼中钉 最终David被迫离职 而Judy的亲Jason则顺利上位 成为Spoma负责人 根据举报信的说法 Judy的团队不仅在内部搞裙带关系 甚至还涉及外部供应商 利用植物质变收受回扣 看来这个团队不仅是内部团结 还和外部的朋友们合作愉快 至于职场霸凌 举报信中提到Judy的个人风格是 顺我者仓 逆我者亡 她经常在办公室里爆出口 对不满意的方案直接大发雷霆 如果她看谁不顺眼 甚至会利用各种手段逼迫其离职 这样一来 阿迪达斯的办公室 简直就像是一个战场 每天都上演着你赠我兜的戏码 结语 阿迪达斯回应与未来走向 阿迪达斯官方尚未确认 举报信的真伪 及内容的真实性 但大中华区有关人士表示 举报信确实存在 所提到的指控正在调查中 至于Judy的入职时间等问题 该人士则未做回应 只是强调事件还在调查中 这并不是阿迪达斯中国市场 第一次传出贪腐问题 此前 市场营销副总裁Christine Penn 和采购主管Simon Wong 也因为类似问题被解雇 看来 阿迪达斯的肥皂剧还没有结束 观众们不妨洗好耳朵 继续关注这出精彩的职场大戏 无论最后的调查结果如何 这封举报信 已经在阿迪达斯内部和外部 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可以预见的是 这场风波 不仅会影响到Judy个人的职业生涯 也会对整个阿迪达斯中国区的管理层 带来巨大冲击 毕竟一家大型跨国企业 最怕的就是内部腐败和管理混乱 这次事件或许会成为阿迪达斯内部改革的依赖 个契机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这场好戏将如何收场 阿迪达斯中国高管被举报贪腐 奥运之年还能否翻盘 多交Spicy 今年的端午假期 阿迪达斯中国上演了一出大戏 市场营销高级副总裁Judy被爆出贪腐丑闻 小红书上一位自称阿迪达斯员工的勇敢小伙伴 发布了举报信 直指Judy职场霸凌 收受投放和合作回扣 这个消息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发酵 宛如一场激烈的篮球比赛 紧张刺激 据举报信称 Judy与市场部门的员工们合谋贪腐 设计金额巨大 2023年阿迪达斯在大中华区的市场营销活动 总预算约为2.5亿欧元 这些预算几乎都被贪腐圈瓜分了一部分 更令人瞋目结舌的是 在体育营销 品牌激活 零售营销和贸易会议等环节 回扣高达15%到20 他们还通过与明星 KOL 经纪人韦西造合同 共同榨取市场合作费用 如此操作熟练 让人不得不怀疑 这真的是第一次吗 Judy的辉煌历史 可追溯到2018年 当时她在阿迪达斯三叶草业务线工作 之后 两进两出公司 直到肖家乐上任公司董事长 她才又第三次回到阿迪达斯 成为市场部门的一把手 不得不说 Judy的晋级之路 比马拉松还要曲折 正是这个三进攻的Judy 给阿迪达斯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肖家乐上任后 不少旧将回归 Judy就是其中之一 她上任不久 就与群艺合作 结果群艺三位高管 因收受贿赂被刑拘 斯沃奇 戴森等品牌 纷纷结束与群艺的合作 而阿迪达斯却选择继续隐瞒问题 确保个人利益不受损 举报信中还提到 Judy压制了内部举报 甚至更改了供应商名称 继续贪腐 这一系列操作 简直堪 比贪腐教科书 贪腐丑闻曝光后 网友们议论纷纷 有人说 贪腐在品牌业界早已稀松平常 只不过这次贪得太多 终于引爆了 这真是揭示了一个 让人无奈的现实 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阿迪达斯 第一次传出高管贪腐的消息 前市场营销副总裁 Christine Pan 采购主管Simon Wong 也因为腐败问题被解雇 这一切似乎形成了某种传统 令人唏嘘不已 更何况 耐克 科迪等品牌 也都曾经历过类似丑闻 令人尴尬的是 截止发稿 阿迪达斯中国尚未对这份举报信 作出回应 小红书上关于这件事的信息 也神秘消失了 难道是删除记忆功能开启了 自从2021年宣布抵制新疆棉后 阿迪达斯在大中华区的收入 就一蹶不振 直到新任全球首席执行官 约恩·古尔登上任后 才逐渐回到正轨 今年一季度 阿迪达斯实现了54.58亿欧元的营收 其中大中华区贡献了9亿欧元 同比增长8% 这让阿迪达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原来贪腐丑闻也阻挡不了业绩 而得回暖 为了迎接2024年这个体育大年 阿迪达斯高调推出新品牌主张 You got this 喜欢不为什么 并舍弃了使用20年的经典广告语 Impossible is nothing 没有不可能 这支充满运动活力的宣传短片 邀请了球星、祖德、贝林厄姆 齐内丁齐达内等参与拍摄 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的关注 在全球播放量破10亿次的背景下 阿迪达斯仿佛在告诉世人 我们不只是会制造丑闻 我们还能制造热度 除了新的品牌主张 阿迪达斯在专业赛事上的投入 也可谓不遗余力 尽管失去了与德国组协的合作 他们迅速将目光投向了F1赛场 与梅赛德斯奔驰AMG车队 达成合作伙伴协议 据悉 这笔价值几乎超过 Tommy Hilfiger和Puma 每年600万英镑一倍的赞助合同 真是好奇冲天 在巴黎奥运会即将到来之际 阿迪达斯还在香榭利社大道 开设了全新旗舰店 发布了涵盖49款鞋驴的运动员装备系列 正式宣告回归奥运舞台 即使竞争对手耐克也在同月发布了奥运会相关产品 阿迪达斯依然信心满满 阿迪达斯全球品牌传播副总裁Florian Alt表示 2024年是体育大年 阿迪达斯在营销活动上将不遗余力 尽管运动服饰行业竞争激烈 阿迪达斯仍然希望通过这些努力实现翻身 然而 阿迪达斯的中国计划才是真正的中头戏 肖佳勒表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也是阿迪达斯品牌创立75周年 阿迪达斯将在中国市场发力 推出更多符合本地需求的产品 近年来 阿迪达斯与中国年轻设计师合作 推出了多个联名系列 深受消费者欢迎 不过 面对国产品牌的崛起和消费者心态的变化 阿迪达斯在中国市场的挑战依然巨大 国产品牌如安踏 李宁 特布等 在市场占有率上逐渐赶超 阿迪达斯必须继续创新和尝试 以赢回中国消费者的心 总结来说 阿迪达斯在2024年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虽然高管贪腐丑闻让品牌形象受损 但并没有阻挡他们在市场上的回暖 通过新的品牌主张 专业赛事投入和中国市场的发力 阿迪达斯希望在这个体育大年实现翻盘 但面对国产品牌的竞争和消费者心态的变化 阿迪达斯依然需要不断创新用实际行动赢回消费者的信任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这场翻身杖能否取得胜利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I参与 合作 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 除了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Morning sunlight on the street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weet Faces mix in daily grind Every story intertwined Cultures blend like colors bright Languages in the silent night On the table stories told Food and feast upon soapbook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eat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Echoes of our wars and fears Lafhing through our unseen tears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park Drawing dreams till after dark Helders speak of days gone by Washing shadows from the sky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eat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